卢菲和罗竟然被人当作宠物 还趴在地上学狗的动作 故事发生在庞卡哈萨德岛的激战后 但原本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夜晚 乔巴乌索博和弗兰奇等人在甲板上站岗放哨 突然月亮被乌云挡住 海面突然变得一片漆黑 而就在这时候敌人的进攻开始了 敌人有着荧光色相圈和赤红色眼睛 在黑暗里闪闪发光 宛如地狱归来的魔鬼一样阴森可怕 在船舱里睡觉的卢菲等人 也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 他们跑出来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这些红眼怪给揍了 大家只能在黑暗里摸索着还击 可是因为看不清敌人的位置和动作 卢菲等人一时间落入下风 而这时间一声口哨响起 这些红眼怪就都停止战斗跳到海里了 只有避月亮的乌云散去 大家看到了那个吹口哨的人正站在鬼杆上 他说自己的名字叫做布里德 是宠物果实能力者 随后凯瑟就在他的身侧出现 卢菲正想冲着去抓凯撒 却被一个红眼怪给击中了 卢菲大呼好疼 大家才发现 那个红眼怪竟然也会使用霸剑 布里德宁笑着带着凯撒离去 平静的海面突然掀起巨大的波浪 是之前跳到海里的红眼怪们掀起的 大家一时间自顾不暇 根本没机会去追布里德和凯撒了 阳光号如同一片树叶一样 在大海里浮浮沉沉 好像随时都会反复 这时候他们发现 前方有一个巨大的 如同岛屿一样的海贼船 那就是布里德的船 如果让他们跑了 就很难再抓到凯撒了 大家决定用鲨鱼潜水3号去追 于是陆飞带着乔巴和老罗 一起坐上潜水艇 峰制电车 驶向大船 可是等他们出发了 大家才意识到 这次去的三个人都是能力者 集体汗鸭子 这要是把他们仨扔到海里 全都得被淹死呀 想起好像有点危险呢 可谁也不知道 这一语成衬 可是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鲨鱼潜水艇 以及驶向大海 他们在后面远远地跟着红眼怪 乔巴越看越眼熟 这些红眼怪 好像是他家乡的雪兔子呀 这只雪兔子 应该不会游泳才对 老罗见多识广 他说这应该是海兔子 潜水艇就一路跟着海兔子 进入了巨城的内部 刚刚登陆 就被一群红眼怪发现了 他们疯狂地向三人扑过来 三人摸去擦掌 与这些红眼怪打在一起 陆飞对战 大章鱼 他们要比一比 就像谁的爪子多 等陆飞干掉张鱼的时候 其他的红眼怪 也都被乔巴和老罗干掉了 他们正要前进的时候 突然又跳出来一只红眼怪 他就是在船上攻击陆飞 会使用霸气的家伙 陆飞拦住别人 他要亲自对付这个怪物 没想到怪物被打飞后 竟然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冲着陆飞扑过来 一把抱住他的脖子 实际蹭他的脸 嘴里还叽叽喳喳地叫唤 陆飞自然听不懂他说的什么 不过乔巴还是能听懂他的话 那怪物说 师父好久不见 乔巴立刻意识到 难道那家伙就是在阿拉巴斯坦 成为陆飞弟子的功夫海牛 这怪兽正是功夫海牛 没想到被陆飞打一顿 还恢复神志了 他告诉陆飞 自己肚子上画的叉叉 就是模仿师父的伤疤 陆飞的人很好奇 这个海牛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又为何会袭击阳光号 抢走凯撒呢 海牛告诉大家 自从遇到陆飞后 他就记住了师父说过的名言 于是海牛就来到了大海上 也想跟师父一样冒险 他一路认识了很多朋友 组成了海兽孩子团 终于到达了新世界 但是他们遇到了布里德 布里德用自己的能力 让大家都成为了他的奴隶 陆飞很好奇 海兽们明明实力很强 为何要听从布里德的摆布 这时候布里德开始召唤他的仆人们 海兽脖子上的迎光响圈发出光芒 大家就不由自主的听从布里德的摆布了 布里德对的海兽们十分粗鲁 拎着鞭子 看谁不顺眼就抽 他看到陆飞等人十分开心 毕竟陆飞悬赏四亿呢 布里德率先发动攻击 将宠物圆环套在了乔八脖子上 这宠物圆环就是功夫海牛 他们脖子上套的荧光响圈 在宠物圆环的操作下 乔八身体完全不停使唤了 布里德下命令 让乔八将陆飞和老罗大下八块 乔八的手脚自己就动了起来 老罗打算对乔八动手 可陆飞赶紧冲上去阻止他 两人正在争执的时候 突然两个宠物圆环套在了陆飞和老罗脖子上 原来宠物圆环不是能控制宠物的圆环 而是能让所有生物变成布里德宠物的圆环 现在布里德就要变成陆飞的主人了 布里德是温和趣味的调教陆飞和老罗 让他们像狗一样的做出各种动作 老罗和陆飞虽然愤怒 也只能按照布里德说的做出所有动作 等布里德还想训练乔八的时候 突然乔八变小了 布里德一看软蒙的乔八立刻被蒙翻 这才是他梦想中的小宠物啊 于是布里德让功夫海牛 给陆飞和老罗戴上海龙石手铐 把他们关押起来 至于乔八就让他带回去抱着睡觉就吧 陆飞和老罗没想到在地牢里竟然遇到了凯撒 真是世事难琢磨 敌人变室友 老罗问凯撒 布里德真的是多佛老明哥的手下吗 凯撒说 他可没有在多佛老明哥手下见过这号人物 凯撒真是烦死布里德了 凯撒大吐苦水 可是这些话都被窃听器穿到了布里德的耳朵里 布里德生气了 他指挥凯撒像狗一样趴着 凯撒终于气得闭上了嘴 布里德来到地牢看望路飞等人 还将换装后的乔八也带了过来 此时的乔八完全是个小公主 穿着公主裙带着小皇冠 把路飞等人笑得肚子的疼了 乔八自己也觉得很羞耻 可布里德喜欢啊 他抱着乔八使劲摩擦 气得乔八在他脸上挠了一条伤口 这可把布里德气坏了 他拿出鞭子让乔八跪下 开始调教乔八 路飞急了 大喊着放过我的同伴 同伴一次出口就好像触发了布里德的关键词一样 他当场就崩溃了 大吼着他不需要伙伴 有仆人有宠物 一样能让他见空立业 说着布里德拿出一个人造恶魔果实 这就是他想让凯撒制作的东西 这个恶魔果实能把人类强制变成动物 这样一来 他就能完成自己的梦想了 而且恶魔果实还能让动物服从他 这就是布里德的理想王国 可是路飞不相信 无论有没有恶魔果实 他都不会服从于任何人 布里德气坏了 他决定把路飞折磨至死 他将路飞和老罗带上一个舞台上 投掷给他们二人下令 让老罗杀死路飞 让路飞干掉老罗 连而谁都不能使用能力 要像普通人打架那样 把对方殴打致死 路飞 你不是不服从任何人吗 布里德倒是要看看他会不会听话 尽管路飞和老罗拼命集中力量 控制自己的身体 可身体还是不听使唤 两人触拳打向对方 很快就遍体鳞伤了 甚至将布里德看起的高台都砸碎了 而在一片混乱之中 凯撒悄逃跑了 布里德自然不怕带着圆欢的凯撒 逃出自己的手掌心 于是暂时没管他 继续看路飞他们的打斗 海牛看着师父与朋友自相残杀 十分心疼 他咬牙冲过去 挡在师父前面 布里德也气坏了 拿出鞭子就要抽海牛 海牛却眼含热力求情 他甚至跪在地上 给布里德磕头 求他放过路飞 布里德的鞭子疯狂抽在他的身上 他不但不后退 反而爬过去 抱住布里德的大腿 不知道布里德是抽泪了 还是被海牛的精神感动了 他竟然停止了 路飞和老罗的决斗 然后布里德说出了 自己的新玩法 他让海牛杀了路飞和老罗 让海牛对自己 最敬爱的人下手 这应该更有趣吧 尽管海牛极度抗拒 可是他还是站到了路飞面前 他眼泪汪汪的 看着自己最喜欢的师父 海牛闭上眼睛 使用了霸气的拳斗 一拳前打在 毫无防备的路飞身上 脑海里全都是 自己与师父相处的一幕幕 海牛此时生不如死 可是路飞却并不生气 他看着挥拳如风的海牛 自己教的功夫 所以现在的海牛 已经变得很厉害了 为师十分欣慰 海牛泪流满面 他按照路飞传说的方法 用路飞交给他的拳头 狠狠地路飞和老罗 打扶住船舱 掉入海里 他们都是能力者 根本不会游泳 掉进海里的结果 只有死路一条了 海牛还陷在 背上之中无法自拔 布里德就用灰气鞭子 要调教他了 乔巴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大吼一声 让布里德助手 布里德倒是助手了 乐得尖的跑过去 布里德十分愤怒 路飞他们是能力者 掉到海里必死无疑 可乔巴不相信 他说路飞是主角 绝对不能死 而且 布里德这种 只会向所有人 当宠物和仆从 这种人是不可能有伙伴 愿意跟他在一起的 这话可是踩到了 布里德的尾巴 曾经确实有人 跟布里德说过这样的话 他现在还记忆犹信 布里德恼羞成怒 让周围的海兔子们 打死乔巴和海牛 数十多海兔子 一起冲向乔巴和海牛 可下一秒 他们又都被打飞了 乔巴和海牛 都趴在地上 一动没动 是谁动的手 远处的走来了三个人影 他们是路飞 老罗 和被遗忘许久的凯撒 原来老罗 一直没有被布里德操纵 他早就发现了 布里德操纵宠物的秘诀 那就是声音控制 只要听不到布里德的指令 那他们就不会被控制了 于是他悄悄戴上了耳塞 然后假装被布里德控制 跟路飞打斗 最后找机会冲出船舱 假装掉入海里 他用自己的能力 两人家凯撒逮捕后 就重新回来了 当然 路飞是完全没发现这些问题 他傻乎乎的 被布里德控制了半天 好在现在 他也耳塞了 布里德知道 情况对自己不利 他决定背水一战 给自己套上响圈 因为响圈不光能让人听话 还能让人发挥出 百分之一百的力量 所以等于一个 小心能力增强器 现在的布里德 一下子便强壮了好几倍 怒发冲冠的样子 看起来比野兽还像野兽 他将手下所有宠物的响圈 都变红 所有人都进入暴走状态 布里德对兔子们下令 杀掉路飞等人 于是海兔子们就自杀式冲撞 不要命的用自己的身体 砸向路飞等人 海牛看着朋友们 被当作对付路飞的武器 吸引出刀割 在海牛的鼓励下 海兔子们也努力与布里德抗争 眼看自己的宠物 都要背叛自己了 布里德更是生气 他另起一只海兔子 将近巨大龙卷风 把所有宠物都吸进了龙卷风里 只有路飞和海牛还留在外面 布里德本来想利用这些宠物 对付路飞 可他们却全都趴在他的身上 龙卷风渐渐停息 现在就是路飞反击的时候了 路飞二挡都没开 就把布里德打飞了 大家脖子上的项圈纷纷碎裂 终于获得自由了 海兔子们将路飞他们的潜水艇 送回阳光号 路飞问海牛 接下来是不是要回故乡 海牛说 他还不打算回家 他要跟师父一样 去新世界冒险 当清晨的地狱里阳光 照亮海面的时候 海牛带着海兽孩子团的成员 与路飞等人告别 重新开始了他们伟大的航程 几天以后 大家在报纸上看到了爆炸性消息 多佛兰明哥退出七五海 他还放弃了德雷斯罗萨的王位 直到人家放弃王位了 草谋团的人才知道 他居然还有个王位呢 报纸上也报道了 老罗和草谋团结盟的事情 结盟的不只是他们这伙人 还有很多孩子团体都纷纷结盟 其实就会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老罗表示 大家现在要将注意力放在多佛兰明哥上 他们只是绑架了凯撒 那家伙就放弃了 做了十年的王位 还有七五海这个特权 这个男人能做到这一步 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此时多佛兰明哥的国民们 纷纷反对他辞职 他们举行游行示威 可多佛兰明哥 好像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电话铃声不断响起 取酒后 多佛兰明哥的声音响起 这是我 七五海 七五海 离开了 好